還有一招是這樣 搞不好他可能 妳不小心以為他互作互略這樣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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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說 不是 也不是故意的就對了 對 不好意思 不想給他做生意了 對 幸運 妳想問 之前就有男生知道我是念法律的 然後就跟我說 你是念法律的 那妳幫我豎請離婚 我還很認真說豎請離婚 他說因為我要追妳 對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妳不是這個梗是為了自己嗎 對 這樣跟弟有關 所以就只好講逼我的 然後想問各位說 你們有沒有因為這個工作 然後遇到像我這種最扯的狀況 剛剛那些追妳不夠扯吧 應該有更扯的他們不是 對 之前就是樂草店 它有那種包廂形式 通常我們對於包廂 它是比較隱密的空間 低消 有低消 對 它是有低消 通常隱密的空間 我們會自己比較小心 所以去詢問的時候也會比較謹慎 然後那時候我進去那個包廂 它是一組客人 他們本來是喝我們的 競爭的品牌 然後我那時候也是詢問之後 他就說 我拿什麼啤酒 他就喝 之後其實在他們的 談吐之間 酒品 各方面都是 算是很好的 他們也沒有說 讓妳有不舒服的地方 或者是肢體動作之類的 後來他就是 到後面的時候他就說 還是妳長跑哪幾家 留來給我 然後以後我們有聚餐 像這種的時候 我再跟妳說 或者是我去找妳這樣 好難喔 對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可以提升自己的業績 所以我就留了 只要那天下班的時候 那個客人他就說 其實我對妳還滿有意思的 那這樣子好不好 一次一萬五你考慮一下 就是他想要 他就 他用LINE給妳寫的嗎 文字 對 然後他就直接很直白的說 我想要弄妳一次一萬五 天啊 我當初我就想說 他用弄那個字嗎 對 什麼意思 這樣也是弄妳 看妳想怎麼弄 怎麼弄呢 因為他就直接用LINE 是不是有沒有想到 對 他就是直接這樣 傳一句話 那時候我就想說 妳應該是喝多了吧 對 要不要先休息 結果他又再說 他就是一樣 就說反正妳考慮一下 那我們到時候 妳考慮好了 我們再約一次一萬 對 那我們就把它封鎖了 對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做這個行業 真的有時候遇到一些客人 真的很困擾 因為我之前就有聽人家 就是我有個朋友也在做酒醋 然後他就說 他有一次就莫名其妙 接到一個男生的電話 然後就是說 我知道妳在做酒醋 我很喜歡妳 然後就這樣三不五十 每天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就甚至會約他說 要不要出來這樣 然後那朋友就跟他說 真的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 我也不會給妳出去吃飯 然後很明白的已經拒絕他了 可是對方還是一直騷擾他 然後他就覺得很生氣這樣 他就覺得說不行... 我一定要把這個人 就是公佈出來 我一定要就是 喝止他這個行為 結果我那朋友 他就把那個男生的電話號碼 公佈在網路上面 但是我那朋友還滿好心的 他沒有公佈全部 他就是譬如說0912555 然後後面XXX這樣子 就是沒有寫出全部 這個字法 對 有妨礙秘密罪 有妨礙秘密罪 但是他就是沒有把它 全部寫出來就對了這樣 結果就是他PO出去的幾個小時後 他就馬上接到了 就是幫他接案子的 那個行銷公司的 督導的電話說 喂 你知道嗎 我們接到客人投訴你說 你是不是有跟客人 就是發生關係 然後還跟客人借錢這樣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很嚇到 用個人心告轉 對 回報 對 然後我那朋友就嚇到 想說沒有 我真的沒有 然後我那朋友馬上就想到 會不會是那個男的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督導就 直接就是跟他說 你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就是傷害到酒傷的名義 然後所以 你現在做三件事情 我就原諒你 第一個就是你去把那個 網路上電話號碼撤掉 第二個 你現在打電話給那個男生 跟他道歉 對 是這樣 然後那女的就覺得很委屈 這樣就算了 然後你知道督導還要求他說 而且你還必須要跟那個男的 就是真正出去吃飯過一次 什麼 這太誇張了 就很誇張 對 然後 真的 對啊 那女的就說 為什麼我又沒有做錯事情 我又沒有真的跟他借錢 有沒有發生關係這樣 然後那個女的就是 我那朋友他就堅決就是不要 可是那個督導就很緊張說 你不可以這個樣子 那個客人很生氣 我現在馬上過去你那邊 我要看著你打電話 然後果真就是一兩個小時後 那個督導就馬上過去那邊說 你現在打電話跟他賠不是這樣 然後我那朋友當然就是 堅決不要 然後他也覺得很委屈 然後所以他索性就把這工作辭掉 他就不要再接了 對啊 因為我們這樣要多少錢 會有一種受辱的感覺 對 對不對 妳當下接到那種是被侮辱的感覺 對 其實我有去備案 因為我怕說到時候再遇到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一些攻擊我 或者是可能我沒有去旅行的行為 他說我有這樣子 就像剛剛依依講的那個樣子 可怕耶 這樣很緊張是不是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是業務 但有時候也是要幫客戶 處理一些出貨的事情 要整理一下商品 像我們的商品是一些化學品 甚至有時候吸入會有就是嗆傷 然後或者是一些強酸強鹼等等的 所以工作上非常的小心 不然會有一些很緊急危險的事情 所以我想問一下說 你們在工作上 有沒有遇到很危險的事情 我們九處其實下完班 其實都還滿晚 有時候就是可能11點 或者是有再晚一點就到凌晨 有一天我要回家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 後面有一台車在跟我 因為其實我們回家時間 其實路上已經沒什麼機車了 那我就覺得他就是 太明顯 對 很明顯就感覺 他就是感覺好像跟我 因為我騎快他就跟著快 你騎我的馬 對 我騎我的馬 然後我騎慢他就跟著慢 然後後來 因為我家住得滿偏偏的 就有點山上 然後我就想說我往山上騎 他也跟著我往山上騎 我想說這麼巧嗎 跟我住同一個社區 不可能吧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往山下騎 我就想說那我就是 往明江一點點 帶著他繞一下 對 帶著他繞一下 對 他就跟著我繞了 我往山下 他就往山下 是人是鬼 搞不好是鬼 然後呢 對 然後我就停在7-11 就7-11 現在不是都會有那種休息區 對 然後我就停在那邊 我就是假裝在那邊 就是喝飲料休息 然後他就真的也停在7-11外面 他就坐在那外面 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就是看著 然後一邊玩手機 然後大概我就跟他僵持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因為他還沒有進來買東西 他就是在外面一直 一直在玩他的手機 然後偶爾就這樣看我在幹嘛 然後後來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他覺得沒搞頭 他就自己走了 大家都知道 那個酒一定要夠冰 才好喝 對 對 然後 可是有的時候有些店家 他冰的那個啤酒的量 不是很夠的時候 我們就要打水冰 水冰 它什麼什麼意思 對 所謂打水冰 就是我們會拿一個大水桶 然後裡面會放水 放冰塊 再加上一些鹽巴 目的就是要讓急速冰整它 對 其實這個時間點喝的啤酒 還滿好喝的 就比較鮮甜 因為其實我們上班的時候 就是滿忙的 那我就想說要 因為很忙 所以想要徒手進去撈 我的啤酒出來拿給客人 結果竟然有一瓶酒破了 對 那我不知道 對 但是因為可能 當下那個水太冰了 對 沒感覺 然後就手一伸出來 然後那個鞋就整個流到手掌 對 然後老闆啊 然後客人都嚇到 然後老闆還說 我現在幫你蓋報表 你趕快去看醫生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內心想說 可是我還有下一場班 如果我現在去看醫生 我一定會趕不及 對 去那個地方上班 而且如果我真的請了那個假 也會給公司造成困擾 所以 責任性的 我就硬著頭皮 然後騎計車 衝到下一個班上班 一直到下班之後 我才去掛計證 有力很大 對 之後醫生就說 你這要縫 然後這要縫了四針這樣子 這小門子 對... 你還可以撐那麼久 天啊 就是當下就是趕快 找紗布衛生紙 隨便的就是趕快 讓他想辦法 因為你是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你要騎車 對 騎車你就握把 你又有傷口 然後風 然後你又摸到那邊 那是蜂窩杏竹 對 患者在這邊 很危險 對 我要節肢的耶 辛苦了 真的 當下沒想那麼多 謝謝 真的 當酒醋顏值重要 還是口材個性重要 會賣的通常是因為口材好嗎 還是會漂亮 個性 我覺得個性比較重要 獨到頂這樣 對 要不怕審奧 對 要不怕審奧 沒有用 漂亮也沒有用 漂亮完全沒有用 沒有用 沒有用 到那份上 就是有人陪你聊天 所以我就說 很多的酒商跟那些獨島 不太清楚 漂亮一點屁用都沒有 是嗎 是嗎 是 我怎麼覺得漂亮還是關鍵 對 我真的覺得他們就是 做酒醋小姐真的很辛苦 因為像是我很喜歡去熱炒店 吃熱炒 我自己喝酒的話 是喜歡喝甜的 比如說像是有 卡路阿米爾克 沒有 就是那種啤酒 可能就是有水蜜桃口味 或者是芒果口味的那種 台啤酒醋 這種啤酒的話 就是有時候一瓶的我比較少喝 但是他們 有一次我就是記得 我看小姐 她們就是穿得像丸子 這樣子的高跟鞋 她是腳已經站到腫 到都滿出來那種 站太久了 站太久了 然後因為我就問她說 妳是不是鞋子穿太緊這樣 她說沒有 她來的時候是剛剛好的 她現在已經站到滿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怎麼這麼辛苦 然後我就會趕快縮食我朋友 趕快去就是要跟她捧場這樣子 我想要問 因為像我們人出在社會上 然後妳也會遇到一些 就是不太合理的事情 比如像以前我有待過一個公司 我們正常上班時間是9點上班 然後8點半下 6點半下班 但是比如我事情做完了 我如果6點半就準時走的話 主管會覺得妳就是事情不夠多 對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 妳就算沒有薪水 妳都還是要待到8點半 妳才能打卡 不然她會覺得妳就是事情不夠多 然後我就是要給妳事情到妳 沒有辦法準時下班這樣 所以我想要問 像妳們這樣去店家 沒有支薪水 是不是也會遇到這麼多 就是很狗屁到躁的事 對 店家是不知心 其實剛剛我們有講到這個收入 這是啤酒廠商會付費給妳們 而不是熱炒店或餐廳 對 很多人會誤會妳們是裡面的員工 對 而且很多店家會把我們當成她的員工 連他們的經營者都會叫妳們去做 因為他們也很熟 固定時段就是過來那個地方上班 所以互相都認識了 對 而且我們上班的時段是最忙的時段 他會叫妳端菜嗎 會 我曾經一去店家 我一進那個門 他就說是酒醋妹妹嗎 我們今天那個外場少一個人 然後我就開始端菜 然後後來端一鍋那個沙鍋魚頭 妳又不是裡面的人 可是因為我們 沒訓練過大家都 對 我們不能被客訴 所以不能得罪店家 我們有時候去那個什麼 如果他們店員忙不過來的時候 有些人跟酒醋妹妹講 酒醋妹妹來幫我點一個什麼菠菜 對 他也是照樣去講 因為客人真搞不懂 是 因為我們實在是搞不太清楚 你們到底是屬於哪一部 今天沒聽 我真的以為你們是店家的員工 很多人會誤會 對啊 可是那天真的很扯 就是端菜 或者是幫客人點菜 我覺得都沒關係 那天是連收桌 然後我沒有收還被老闆罵 他說妹妹 妳為什麼不去收桌 酒醋不是就應該要收桌嗎 然後我就 那天就因為有點多次 我就跟老闆說 老闆那個 我薪水不是妳給我 妳會不會有點太誇張 對 然後老闆也生氣 老闆就說 妳這什麼態度 那妳現在直接下班 直接下班 我不幫妳蓋帳了 妳就直接走 有些店家會比較強硬一點 可是那次的事情 最後公司是站在我這邊 就是我還是有拿到 那個點的薪水 對啊 對 可是有的酒醋 就會沒有辦法得到公司的支持 就沒有辦法領到薪水這樣 酒醋有沒有什麼條件的限制 你爸說有沒有規定要未婚 或什麼年齡的限制 我們最大的限制就是要 酒醋超勤奮 許薇想加入 我肅然起敬 因為我今天來才了解 他們都有一份正職的工作 另外還去酒醋 等於說他們都是勤奮的 很勤奮的 很勤奮的 對啊 那帶我去不知道下次 你不喝 我喝 你不喝 我喝 你不喝 不然這樣 對啊 我的天啊 我不會喝 你不喝 嘢 謝謝 ça 什麼